报导报导 报导报导 我来报告 各位朋友好 我是报告人 接下来我们谈最近台湾岛内 常常谈的政治跟黑金挂钩的问题 那么台湾岛内的政坛 反黑金 过去一向被视为不分党派的一个共同的要求 那么2022年11月 蔡英文才领着几个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 召开记者会 那么喊话要杜绝黑金 要赢回正义 口号喊得非常响亮 但在宣誓打击黑金口号一喊完 台南市也就是民进党长期主政的一个市 却爆发了极其严重的治安事件 也就是台南市雪甲工业区 一家工厂及市议员 谢采旺的服务处 在八分钟之内被黑道 在连开了88枪 那么歹徒嚣张的情境震惊了整个台南市的政坛 那么这一项枪击事件 那么让台湾的黑金任体 那么好像有越烧越大的迹象 黑金问题在台湾社会已经存在多年了 过去也曾经有打击黑金乱象的这种努力 可是民进党长期执政下不但无法与黑金脱工 两者还产生共生的结构 造成了政治与黑金简不断理还乱的情况 那么蔡英文事实上口口声声打击黑金的这个政治目标 事实上已经沦为政治口号 那我们要讨论的是呢 什么叫黑金政治 它的根源在何在 我觉得黑金政治是非常简单 也就是呢 政治人物 政党 甚至政党主政以后的政府 基本上给黑道之间呢 划不清界限 那个勾勾结结 千丝万里的关系 不但没有被切断 反而怎么样 越来越复杂 那么黑道介入政治 政治去运用黑道 这变成一个什么 共生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循环 另外一方面 有黑道就有什么 不义的这个金钱 那么黑道是为了财 那么政治人物呢 事实上本来是应该要出来做事 可是因为跟黑道结合 最后呢 也变成沾染了很多贪污腐败的 这些事件里面去 所以呢 我觉得台湾的所谓的民主政治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法治做基础 而且呢 参与政治人物里面本身就良幼不起 本身政治人物的过去就是有 跟黑道分不清楚 台湾所谓的政治民主化 从另一个角色就是什么 就是黑道 金钱透过一个公开的管道 渗入到政治体制里面 用政治的力量来干嘛 来做一些违法的勾当 为了金钱的一些腐败的作为 所以这个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危险 大家都知道 可是又束手无策的问题 那么最可悲的就是 执政的蔡英文呢 每一次他都会说 我要宣示反黑金 不过他宣示反黑金 没几天就发现 他自己的政府 跟他自己政府里面 这些集团里面的很多重要政治 本身就是黑道 那比如说台北市现在民进党的四党部主委 我们报纸上一直在报这位先生 他本身就是黑道出身 然后他也不否认 他居然在人家访问说 你是黑道 那他说 本来就是这样 他说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 仗义多为土狗辈 也就是他们是讲义气的 所以真正需要的时候 只有他们这些讲义气的 才会出来替别人出头 不但现在的黑道 不会遮遮掩掩 他还为自己在政治上面扮演重要角色 还理直气壮 而且还登堂入室 这就是今天台湾政治风气 非常非常败坏的主要原因 在西方国家 事实上在他们开始推动民主政治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很多黑道都介入了政治 可是经过真正实行法治以后 那么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之下 那么黑金也不敢过于的嚣张 可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这个所谓的推动民主政治 尤其是民进党加入以后 他不是真的为民主 他们是为了要搞台独 打民主当作一个手段 达到台独的目的 所以 他根本没有什么民主法治的素养跟观念 很多他们自己的成员 本身就是黑道 而且他们为了选举胜利 不择手段 那么应用黑道 应用收买 应用金钱 去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去赢得选举 去掌握政权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些 尤其是民进党 尤其是蔡英文这一帮人 基本上就是台湾黑金政治 越来越严重的始作俑者 他们就是这个问题本身的成因 你叫他们说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呢 民进党事实上是台湾跟黑金结合最深的一个政党 在跟黑金结合的过程中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贪章枉法 为非作歹 鱼肉相鸣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呢 民主政治是好的政治吗 不一定 那么起码我们在台湾 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其实在蒋经国时代 有民主吗 也不见得有 可是呢 政府很有威信 政府怎么样 很清廉 政府怎么样 没有这么多这些黑道 在里面影响跟控制 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 进步的非常非常快 可是民进党这一群 靠黑金起家的政党 进入了政治以后 台湾现在的政治 真的是一团漆黑 不说 到处都是什么 都是贪章枉法的事 所以民进党主政 台湾就是什么 黑金在主政 所以呢 我觉得制度没有好坏 最主要是看谁在掌握这个制度 如果是一群黑道 如果是一群金牛 他们本身 用他们习惯的手段 黑金的手段 掌握了这个政治力量的话 那整个政治就是一个黑金社会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台湾很不幸 今天就是一个黑金当道的一个政治现象 那么所以现在台湾老百姓真的是 第一个无力感很强 第二个台湾整个没有进步 经济也在倒退 社会秩序也在倒退 道德观念更是越来越差 那只能眼睁睁的看一些黑金人物 在那边 怎么讲 吃香喝 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 不幸的事情 也是台湾面临的最大最大的危机